哈囉 大家好 我是楊千佩 今天很開心可以來看烏冬米靠腰 二部曲 老闆不願透露的事 那其實我覺得真的很棒 就是有一個插畫改編的舞台劇 竟然可以演到二部曲 真的我衷心的自己身為小粉絲 希望可以繼續延續到三部曲四部曲 而且今天的演出呢 有看到了本尊 就是作家本尊馬克來到現場 就非常的興奮 那回歸到這部戲上面呢 我覺得這次加了很多更人性化的部分 大家當然一開始都有想到 我們自己身為員工的一些心情 但是大家好像都沒有站在老闆的立場 去思考很多的問題和事情 因此呢我覺得其實看第二部曲 更有趣更好玩之外呢 我們可以更了解老闆到底在想什麼 再加上說其實我覺得 演到中後段我自己是還蠻感動的啦 就是其實這整齣戲不只是個喜劇而已 其實真的你會看到了這個老闆飾演的這個 叫郭耀仁 他的真的一些還蠻厲害的一些演出的功力 那當然其他演員都非常優秀 像阿迪馬克真的是深植人心 非常的可愛 就像後面那個馬克一樣 那另外其他演員 我也都個人也是非常非常喜歡 所以希望呢大家可以繼續支持 是爆米花劇場 無斗米靠要二部曲 老闆不願透露的事 會一直上演到一月底喔 希望大家年前可以看完這個戲 會帶著滿滿的希望過個好年 還有其他演員 還有其他演員